蔡壁如拿出手機 準備秀出網軍攻擊的圖文 一番玩笑話之後 蔡壁如隨即開始解釋 遭到爆料政治獻金的攻擊內容 蔡壁如反擊提到競選期間 有一名打工仔 連續五個月 每次支領兩千元 一共領取二十一萬兩千塊錢 這是合意洽談的車馬費 並非福報 蔡壁如向監察院申報的政治獻金 立委選舉交通旅運支出 就有五百二十六筆 總金額一百三十五萬多元 分為停車 車資或高鐵客運 另外受矚目的就是申報 人民或誤餐費有三百三十九筆 支出一百一十八萬多元 金額佔比八成七 周刊爆料還提及有同一人 立委競選期間 先後在蔡壁如 與廖偉項兩個陣營 都有支領金額的記錄 民眾黨與柯文哲深陷假帳門風暴 身為席日幕僚的蔡壁如也因為參選立委支出帳目 金額太過整齊遭到關注 監察院如果覺得我們抱有問題 已經過了半年多了 他一定會通知我 一定會通知柯主席的團隊 三星將軍SNG小組台中採訪報導 採訪報導 下集團